司马光 公元前七年西汉的第十二位皇帝汉成帝驾崩 由于身后无子汉成帝的弟弟刘康之子留心继位 史称汉埃帝 然而汉埃帝在位仅七年因为贪色纵情将身子掏空 年级二十五岁便一命呜呼 在资质通鉴中相关汉埃帝执政的笔墨不多 但让人不解的是 其中竟然记录了汉埃帝与他的宠臣董贤之间断秀的故事 资质通鉴是一部围绕着政治成败的事件为主线的历史著书 对于帝王的生活起居显有记载 那么作者司马光 为什么要把汉埃帝断秀的故事收录其中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江鹏副教授再次历领百家讲坛 与我们一起继续品读资质通鉴 感受这部千年经典的智慧与魅力 江鹏品读资质通鉴第二部 第十六题 是隐私还是国事 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断秀的典故 非常著名 这个用来形容啊 男性之间也可以非常信任 亲密无间 那这个典故呢 他就出在汉埃帝和董贤身上 这个董贤啊 年轻轻的 非常得到汉埃帝的这个宠幸 甚至于呢 两个人呢 这个亲密到啊 可以一起出路 一起起居 曾经有一次啊 董贤陪着汉埃帝一起休息 大白天的 可能是睡午觉之类的吧 董贤呢 睡着了 不小心 就把汉埃帝这个袖子啊 全都压在自己身下了 汉埃帝先醒过来 醒过来一发现这个袖子啊 被董贤压走 抽不出来 你要硬抽出来的话呢 就可能把董贤给惊醒了 汉埃帝觉得 看一看 哎呀 董贤睡得这么香 不忍心 把他给惊醒 怎么办呢 拿了个剪子啊 之类的这个金属利器 把这个袖子断开 剪断了 然后起来 就是为了不惊醒这个董贤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 断袖的典故 由于这样一层关系 董贤这个人啊 所以史书上称起他 说他在当时贵政朝廷 大家都知道 他跟这个汉埃帝之间啊 相互之间关系非常紧密 所以呢 因为这层关系 别人都 避让他三分 但是在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 以及后来的很多史学家看来 汉埃帝对于董贤的这样一种过度的宠信 恰恰是对朝廷的某些规章制度的破坏 汉埃帝对董贤的宠信 引起了几个层面上的混乱 第一是人事上的混乱 由于董贤的缘故 董贤的妻子可以自由的出入恭敬 董贤的妹妹被立位遭移 董贤的父亲被任命为少府 也就是组长皇家用度财政的这么一个官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也引起了礼仪上面的很大的混乱 汉埃帝不仅给予董贤大量的赏赐 而且啊 他跟董贤之间这种君臣关系 在某些时候你看 他甚至都颠倒了 史书上面啊 讲到两个人的关系啊 有这么一句话 其选物上帝尽在董事而成于所福 乃其父也 就是各类的珍宝器物啊 都是挑最好的给董贤 包括一些服装啊 饰品啊等等 汉埃帝他自己用的 自己穿的 反而是赐一等的负品 颠倒了两个人之间的君臣关系 跟组织关系 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 汉埃帝让人在这个皇宫的北门啊 在这个附近啊 给董贤造一幢大房子 这个房子得有前后殿 府门啊要像跟宫门一样 宫殿的圈门一样高大 这个在很多人眼里 当然它是一个阅志的一个建阅的这么一个举动啊 这些大臣的这个住宅怎么可以和宫殿一样豪华 宫殿一样高大呢 此外汉埃帝还让人在自己的陵墓边上 汉埃帝在自己的陵墓边上啊 让人为董贤挑一块地方建造坟营 玉造坟墓 也是高大的 不得了啊 这都是被乱理智的行为 咱们中国古代啊 君主最要防止的就是城下的这种建阅 离有等杀嘛 对吧 中国古人经常讲这个东西 不同级别的人啊 你这个理智上的这个名分上 能够享用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表示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在等级社会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 皇帝他最要防范大臣的建阅 但是在这里你看 汉埃帝他反而主动的 让董贤来建阅 给予他越智的 违背常理的超规格的这样一种待遇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汉埃帝他主动放弃皇权吗 恰恰不是 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 汉埃帝恰恰是利用自己的皇权 为所欲为 毫无权力约束的观念 我们知道 资质通鉴是以谈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主的 这么一部史书 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以治国理政为主线的 那么当然里面也牵涉到一些修身 齐家的一些基本问题 但是它里面很少涉及到一些 纯粹的私生活的问题 除非说这个故事对于提取借鉴 提取经验教训 它是有注意的 如果不是纯粹的一个私生活的故事再有趣 自治通鉴一般不予录取 自治通鉴里面之所以把断秀这个故事给记录进来 也正是因为其实 汉埃帝和董贤之间的关系 已经引起了当时政治上的混乱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不是一个单纯的私生活的故事 我们之前讲过的曾经反对 汉埃帝 分富商为侯的有一位大臣叫郑崇 在这件事情上 他又站在汉埃帝的对立面了 反对汉埃帝 这么过度的违背理智的宠信 恩宠这个董贤 那么也因为这个事情重重的得罪了汉埃帝 于是就有一些小人望风成子 揣摩汉埃帝的心态 利用汉埃帝对郑崇的这样一种态度 就在汉埃帝面前 静残言诋毁这个郑崇 因为自己跟郑崇之间有点小摩擦 有点不开心 正好就利用汉埃帝对郑崇的不满 静残言打击他 所以就有人对汉埃帝说 说郑崇这个人 他自己家里平时跟家族里面的人来往非常频繁 门庭落势 这个恐怕有点不对 为什么家里面这么多人 一天到晚来来往往穿溜不息 这么热闹这个家里面 会不会有接谋啊 所以建议汉埃帝审查 就凭着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汉埃帝把郑崇叫来痛加训斥 对这个郑崇说 君蒙如世人何以与敬切祖上 说你们家乐闹得像市场一样 菜市场一样 一天到晚这么多人 进进出出的 你却要反对我啊 这个祖上啊就是皇帝啊 你却要反对我和别人交往 当然主要指的是懂贤了 那你凭什么呢 对吧 不好好反省反省自己 你不减减自己的交往 你那约是我的交往 为什么 郑崇回答了八个字 非常漂亮的八个字回答 郑崇说啊 城门如是 城心如水 家里面门庭落势 不假 来往宾客比较多 但是郑崇说 我啊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违规的 不合法的事情 没有做过 如果皇帝不相信 可以审查 郑崇的回答 激怒了汉埃帝 所以汉埃帝就把郑崇 扔到监狱里面去 要对他审查 郑崇呢 最后竟然就冤死在这个监狱里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汉埃帝在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不变是非 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 已经先给这个郑崇定了罪了 谁叫你反对我 宠信这个董贤 所以在他心目当中 已经事先给郑崇定了罪了 等到孙宝啊 把这个实情向他汇报以后 不符合汉埃帝 对于郑崇的预先审判 所以呢 也遭到这个迁入 就这样啊 因为反对皇帝的个人意志 你看有两位政治的大臣 一个冤死在监狱里面 一个遭到贬处 那么因为董贤而造成的 汉埃帝和大臣之间的冲突 并没有就此结束 汉埃帝后来想封董贤为侯 给他封个侯 但是董贤没功劳啊 又这么年轻 凭什么给他封侯呢 得找个理由 又有一些忘封臣子的小人 就建议汉埃帝说 不如这样 把别人立过的功劳挪到董贤头上 说是他立的功 给他封个侯 找个理由 汉埃帝呢 的确很想这么做 但是心里面忌惮啊 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官员 也是当时的丞相 名字叫王家 这个丞相啊 德高望重 而且非常正直 汉埃帝就忌惮说 王家会不会同意 会不会反对 于是啊 先让人去问王家的意见 王家就回答说 如果要封董贤为侯的话呢 就该 言问公卿大夫博士一郎 考核古今 明正其意 然后乃家绝土 不然恐大师重心 海内引领而已 这是作为一个丞相 非常稳重的一个回答 什么意思呢 王家说啊 董贤符不符合封侯的条件 不能由你说了算 也不应该由我说了算 而应该怎么样 而应该啊 找来公卿大夫博士一郎 也就是所有有资格参加议论的官员 把他们召集到一起 请他们共同来考察 共同来讨论 董贤符不符合封侯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人同意 有人赞成董贤封侯 那么 皇帝给董贤封了侯了 即便之后有人反对的话 这个责任不应该由皇帝独自来承担 因为讨论的时候就有人同意吗 皇帝是跟那些同意的人 同意封侯的人 同一个意见嘛 站在一条线上嘛 所以责任大家共同来分担 如果说不经讨论 皇帝就这么封了董贤尉侯了 第一 是很难服众 第二 之后如果有不同意的意见的话 这个舆论呢 他势必会把这个责任推给 推向皇帝 让皇帝一个人来承担 王家的这番话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虽然他没有在明面上说 我反对 其实他说要找大家一起来商量 一起来讨论啊 也就是他委婉地表达了 不赞成就这么给董贤封侯的 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这个最后 王家还说 知顺子不悟 可得龙生虚余 所以不敢者 四报厚恩也 王家说啊 我知道啊 现在顺从皇帝的意思 顺着皇帝的意思来 可以得到眼前的利益 至少可以得到眼前的安宁 但是考虑到汉朝的制度 考虑到汉朝长期有效的统治 他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应该秉公而论 作为丞相 他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守护汉朝法度的一种态度 来报答汉朝对他的一种厚恩 这是王家的一个表态 但是问题是 王家的意见并没有打动汉埃帝 汉埃帝最后还是违背公义 不顾大臣们的反对 封了董贤为侯 封他为高安侯 有意思的是 第二年的正月初一 大年初一啊 就发生日食了 在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当中啊 日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天体当中 所有天体当中 中国古人认为太阳的地位最高 那在人世间 谁的地位最高 皇帝的地位最高啊 所以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啊 他就认为天上的太阳和地下的皇帝啊 他们之间是有一种对应关系的 为什么会出现日食呢 是因为皇帝做错事情了 皇帝的行为不恰当 所以啊 地上的这个皇帝影响到天上的太阳 有这样一种感应关系 古人的一个观念啊 日食一定是上天在警告 皇帝做错事情了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皇帝啊 很多时候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 很难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 所以按照传统的惯例 每逢到说日食的时候 大臣们啊 都可以畅所欲缘 帮助皇帝来找错 帮助你知道你在哪里做错了 然后呢 你要改正错误 以达天前 于是汉埃帝啊 你个大年初一日食嘛 多糟心的一个事情 下糟 要求公卿大夫 悉心陈破师 所有的大臣们啊 你们都畅所欲缘 尽心尽力的来帮助我 找到我的错误 帮我一起改正错误 把你们所认为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没关系 这个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 于是 丞相王家也借这个机会发了言 王家首先回顾了历史 他说 汉埃帝的祖父汉元帝啊 是一个非常懂得节俭的人 所以平时 对于后宫啊 对于亲近的人 这个赏赐啊 也都是非常节制的 没有过度的大量的 过分的这样的一个赏赐 也不因为这个私宠 大量的耗费这个财富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无论这个国库 还是皇室财政 都非常宽裕 在汉元帝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几次饥荒 这个边境呢 也不太平 有战事 但是呢 国家的财政和皇室的用度 都没有出现紧张的情况 为什么 归因于汉元帝 懂得节制 懂得啊 这个 对私欲的一种节制 汉埃帝伯父 汉成帝在位的时候呢 汉成帝这个人呢 他因为好胜 所以有很多女宠 同时又有很多宁性之臣 因为这个事情呢 造成很多不良影响 口碑也不是很好 所以啊 王家批评说 汉成帝啊 单于酒色 损得商年 命不长 因为这个好酒好色的原因 但是呢 汉成帝他毕竟还有一些优点 什么优点 就是对他提出劝谏意见的大臣啊 汉成帝一向是宽容的 从来没有对他们动怒过 更没有对他们惩罚过 也没有任由这些宠臣们 为所欲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更没有宁可伤害国家利益 也要赏赐宠臣的这样一种行为 这都没有 汉成帝时代的一些宠臣 甚至于多次的遭到贬斥 家产也不是很多 所以王家评价汉成帝 说他整体上啊 不以施爱害公义 故虽多内积 朝廷安平 这汉成帝毕竟 他在最基本的这个原则上面 公和施 他还是分得清楚的 不以施爱害公义 虽然呢 好色单酒 有很多内宠 因此受到别人的批评 受到记忆 但是呢 整体上朝廷的大体啊 还是太平安和的 这是对汉成帝时代的一个总的评价 于是接下来 王家就开始批评汉哀帝了 批评的重点呢 仍然是这个董贤 王家说啊 汉哀帝上台的时候 还是很懂得节俭的 也挺关心明末 汉哀帝啊 曾经想过要为他的亲生父亲 定陶公王建设一个请庙 就是供奉祭祀 他父亲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考虑到国家财政紧张 考虑到老百姓负担很沉重 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啊 就搁浅了 就没有办 但是现在你看 汉哀帝为了董贤 要大造府地 为董贤大造府地啊 不仅不珍惜名利财利 甚至于违背理智 让董贤的宅地非常僭越 那不就是对于汉哀帝来说 你看中董贤 更甚于看中你自己的亲生父亲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董贤的母亲生病的时候啊 在道路上面啊 搞各种仪式 为他的母亲祈福 汉哀帝呢 让官厨 这个官方的厨师啊 准备器物 准备食物 凡是在这条路上来往的老百姓啊 都可以免费的饮食 以此为董贤的母亲祈福 花了很多钱 汪家说啊 你看 为董贤的母亲花的这些钱啊 甚至于要高于供养几位皇太后的费用 这岂不是被理乱得 讲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汪家认为对于法度 对于朝廷的刚迹 是极其有害的 为什么正月初一就发生日时 汪家总结说 就是因为汉哀帝在对待董贤这个问题上面啊 交涉放纵 变乱阴阳 汪家在咒章当中 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 威而不辞 颠而不服 则将焉用笔相义 用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出现如此衰乱的现象 你作为一个成像 如果不能有所弥补的话 那还要这个成像干嘛 所以作为成像 汪家觉得自己一定要对改正这种现象 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所以呢 汪家他在咒章的最后说啊 明知这样说会得罪皇帝 但是他还是要说 生死有益于国 不敢窒息 如果自己因为得罪皇帝死了 但是这样的一种死 对国家有所注意的话 汪家说我不但于一死 汉哀帝看完这道咒章以后 当然非常不开心 而王家不惜一死的表态啊 竟然也成了一句秤语 只要来一念了 与班固的汉书记载 董贤性情柔和 喜欢逢迎汉哀帝 善于用谄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知这样一位 对朝廷毫无功劳 是善于谄媚的董贤 汉哀帝却极尽宠爱之能事 甚至有史料记载 汉哀帝在一次旧宴之上 扬言要效仿尧顺 将大汉江山善让给董贤 汉哀帝这些 鉴于离治 扰乱朝纲的言行 势力让朝中那些正直的大臣们 痛心疾首 那么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丞相 王家为直言纳贤 不惜一死的表态 为何成了可悲的现实 过了一段日子 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了 本来是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但是在汉哀帝这里 居然这样的一件事情 也能够成为 表示他对董贤宠爱的一种机会 汉哀帝就假托傅太后的遗招 让当时的太皇太后王正军出面 让他下招 把董贤原来的这个封义 他不是一开始被封为高安侯吗 把他的这个封义 从一千户提高到三千户 这个招书下来以后 要执行的话 就先到王家这里 到丞相这里 王家看到这个招书以后 将他原封不动的退回 虽然这个招书是以王正军的名义下的 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的 但是王家知道 这背后一定是汉哀帝 所以直接就给汉哀帝写周当 对汉哀帝说 勾安侯贤 就批评 汉哀帝对董贤的这种恩宠 对待像董贤这样一个 对国家毫无贡献的宁性之称 汉哀帝不惜违背公论 给他爵位 不惜亲近国库 给他赏赐 甚至于不惜颠倒军臣关系 到这个份上了 还嫌不够 对于董贤的这个恩宠 还要不断的增加 唯恐不足 即便出现了像日食这样的一种现象 都不能使得汉哀帝 回心转意 改变汉哀帝的态度 你作为一个戴天慕名的皇帝 你作为在这个权力秩序最顶端 你有责任要把这个国家管理好 要把这个秩序维护好的 这样一个皇帝 你哪能这样啊 你这样做 难道是应该的吗 王家的这道奏章呈上去以后 汉哀帝 波兰大 但他并没有因为董贤这件事为理由 去为难王家 而是翻出一笔旧账来 对王家痛下杀手 什么事情呢 因为汉哀帝之前曾经贬处过三个 令他不太满意的大臣 这三个不太满意的大臣呢 也是因为坚持公义啊 反对这个汉哀帝 汉哀帝对他们不满意 贬处他们了 当时呢 作为这个丞相 王家并没有站出来阻止反对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碰到朝廷大社 王家于是啊 又一次去建议汉哀帝 说这三个人啊 都是人才啊 为朝廷吸财 说汉哀帝你之前把他们贬处了 有点可惜 建议汉哀帝重新重用这三个人 汉哀帝就抓住这件事情 对王家发难 他对王家说 之前我贬处这几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不开口 你怎么不说话 不来说我做错了 等到我把他们贬处了之后 恰逢现在大赦了 你又跑来说这些人是人才 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彰显我的过错吗 不是要告诉别人 你看啊 皇帝又做错事情了 把不该贬处的人给贬 给贬掉了 然后你看 我又重新来把他们 把这些人才推荐回去 你这是大臣弑君的道理吗 所以汉哀帝以此为理由下招 要拿王家入狱审问 你为什么这样 前后矛盾 那么大家知道 在西汉中期以后 形成了一个传统 什么传统呢 就是像丞相 这样高级别的大臣 一般是不入狱受审的 不会到监狱里面去受审 为什么呢 因为到监狱去以后 就难免的会受到 玉利的各种各样的羞辱 作为大臣要保持体面 不能受卢 不能受玉利的羞辱 所以一般情况下面 如果说皇帝下招 要高级的大臣入狱 然后来审问一些事情的话 这些大臣往往会 以自杀的形式来结束 这次纷争 为什么 不能入狱受审 要最终保持大臣的体面 以自杀的形式来保持 最后的尊严 不能受玉利的屈辱 这是汉代中叶以来 形成了一种传统 有这样一种传统存在 汉埃帝下招 要把王家下狱审查 其实什么意思 就是要逼死王家 而王家手下的人 也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当汉埃帝的使者 来到丞相的府地 传达汉埃帝的旨意的时候 他的这些手下们 就已经调制好了毒药 要王家吃下去 要他自尽吧 你自尽吧 你别到监狱里面去受屈辱了 汉埃帝的使者 也是坐在丞相府的府门上 逼迫王家 等着王家自杀 自杀完了之后 可以回去交差 不是说我今天来了 真要把你带到监狱里面去 所以他就在府门口一坐 等到你死了 他就走了 就去汇报了 结果 王家这个人 脾气很梗 夺过他手下 这个手里的毒药 把他再往地上一摔 寄碎了以后就说 身为尘相啊 正要有罪的话 就应该服刑都市 让老百姓都知道我有罪 干嘛要吃钥匙啊 坚决不肯服卵 所以啊 也出乎这个使者的意料 王家居然做了一番准备以后啊 跟使者说 我跟你去 我到监狱里面接受审查 王家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其实王家知道自己入狱以后 必然是意思 他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啊 和汉埃帝做最后的抗争 告诉汉埃帝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 所以说 后来王家 没有自杀 而是坦然入狱 这个信息反馈到汉埃帝这里的时候 汉埃帝勃然大动 说你这是要跟我对峙啊 是吧 你是一定要证明我错了 那好 那我们就来 这个硬碰硬来试一下吧 汉埃帝就派了一大波大车 去审讯这个王家 玉利就问王家 说你有没有罪 王家说 我有罪 而且我有一项大罪 那么玉利就又问了 你有什么罪啊 王家说啊 作为丞相 我不能为国家举荐贤财 不能退出这些不消子人 这就是我的大罪 这就是我辜负国恩的 这个大罪 那么玉利又问啊 你说不能举荐贤 不能这个处退 不消子人 那你说的贤财是谁 不消子人是谁 王家说啊 这个贤财谁是谁 举了几个人的名字 然后特意讲到这个不消子人 重点就讲东仙父子 东仙父子是这个国家 是这个朝廷的大驻宠 他说我作为丞相 居然没有能力把他们给去除掉 这就是我王家 这就是我这个谢日丞相 辜负国恩 是我的罪 直到这个时候 你看 王家啊 他还是在向汉埃帝啊 向他表示抗争 这样的一种精神啊 的确是可敬可叹 同时 我们又看到 在皇权政治下面啊 这样的一种政治的抗争 又显得可悲可敏 最后王家在监狱里面 待了二十多天 绝死 为了表示抗议 绝死 最终呢 欧邪而死啊 可以说 汉朝自原地以后 就很少出现 骨梗而又担当的大臣 汉成帝以后 朝政更是每况愈下 汉埃帝时 难得出一个 像王家这样正直的大臣 却路得如此下场 这似乎也印证着 汉王朝的气数将近 那么王家死后 汉埃帝是否会有所收敛 无端享受着汉埃帝 过分宠爱的董贤 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王家在咒章当中 其实很早就提醒过汉埃帝 王家说 爱之士族与害之 就是你现在因为宠爱他 你用违背常规的 不合常理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赏赐他 恩宠他 你甚至为了他 可以破坏朝廷的规章制度 但是恰恰是你这样的一种爱 把他推到了众人厌恶 憎恨的这个地步 王家这个话 说得一点都没错 董贤之所以 能够这样过度的享受 完全是靠着 汉埃帝对他的宠幸 也就是靠着他 跟汉埃帝之间 私人的关系 如果说一旦有一天 汉埃帝这一顶保护伞不存在了 董贤 如何自律于这个朝廷 如何去面对那么多痛恨他的 证恶他的同僚们 在王家死了以后 汉埃帝不仅没有减低 这个降低对于董贤的一个恩宠和赏赐 反而还进一步分董贤为大司马 大家知道在汉代历史上 第一位大司马是谁 第一位大司马就是 大名鼎鼎的抗击匈奴的英雄 获取病啊 其他的在汉朝历史上 做到大司马这样一种职位的 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像霍光这样 辅证有功的元老重臣 无论如何你在汉代 你要做到大司马 要么功高 要么得后 你不居其 当时的董贤啊 才年仅22岁啊 而且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没有做过任何的贡献 居然把他放到大司马的位置上面去 凭什么呢 完全凭着汉代历 个人的感情 个人的好物 这不就是严重的违背 官僚选拔升迁的朝廷制度吗 但是要知道 汉代历史的这种特殊恩宠啊 其实是把董贤啊 遭众人憎恨唾弃 这样的程度往前又推了一步 当时其实已经有不少明眼人 已经看出其中的问题了 举个例子 董贤有个弟弟 名字叫董宽信 那个时候还没有婚配 董贤自己才22岁嘛 他弟弟更小 所以呢 董贤的父亲啊 就想给这个小儿子啊 找一门亲事 那么想配一个名门闺秀 他们觉得这个 现在董家也不得了啦 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啊 最大的红人啊 只有名门闺秀 才配得上自己的儿子啊 所以董贤的父亲 后来物色到谁呢 就物色到汉宣帝时代的 一位名儒 也是名相 萧忘之的孙女 想提亲啊 给自己的儿子啊 找这么一门亲事 托人去萧家提亲 结果 萧忘之的儿子 也是这个女孩的父亲啊 名字叫萧贤 一听这个事情以后 马上就回绝了 虽然语言比较委婉 但是呢 是把这门亲事给回绝掉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家 普通人家 高攀不起 你这个董家太厉害了 高攀不起 所以这个董贤的父亲啊 得到这个回馈以后 非常不高兴 干嘛这么怕我们家 对吧 这跟我们结婚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不愿意 其实说明什么 其实说明 董贤的父亲也好 董家的人也好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 在别人眼里啊 你是怎样一个形象 缺乏一种反省的精神 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拒绝你 事实证明 萧贤不把女儿嫁给董家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董贤被封为大司马之后 短短半年时间 汉埃帝就去世了 这个时候 长期不动声色 被副太后 以及汉埃帝 压制的这个太皇太后 王振军啊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马上行动 命人 驱驾 到这个魏阳宫 皇帝活动的这个魏阳宫啊 收缴了皇帝的应息 汉埃帝生前用的这个应息 全部收缴 并且找来董贤 问他 你是皇帝最宠心的人啊 现在皇帝死了 这个葬礼该怎么办啊 董贤啊 一方面是因为 汉埃帝的去世 感到惊惧 感到这个忧虑 第二呢 也是年轻没有经验 根本没有操办过这类大事 所以在王振军面前 只知道磕头谢罪 根本不知所云 那王振军就说了 既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让王莽帮帮你吧 王莽呢 之前操办过汉承帝的张力 所以有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面 汉承帝时代掌权的 外戚王氏家族 就又一次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接着呢 王莽就在太皇太后 王振军的指使下面 找了人来弹劾这个董贤 自称董贤的种种过失 面对这个老辣的政敌啊 董贤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只会磕头谢罪 最后太皇太后下招说 贤年少 未更是礼 为大司马不合众心 骑收大司马应授 罢归地 以董贤少不更事 不服众心 为理由 收缴了董贤大司马的硬性 同一天 董贤和他的妻子 在家里就双双自杀了 家里人吓得都不敢 把他们啊 以正式的葬礼进行安葬 都不敢举行正式的葬礼 当晚就吵吵的偷偷的 把董贤的尸体给埋了 由于董家这样一种 不合常理的处理方法 王莽甚至怀疑 这个董贤是不是炸死 为什么要半夜里面 吵吵的埋了呢 不举行正式的葬礼 所以啊 王莽下令 把董贤的棺材重新刨出来 抬到监狱里面 重新开棺验尸 看看你是炸死还是真死 结果开棺一验尸 发现董贤真的是死了 这才把董贤的尸体 就再一次啊 吵吵的埋葬在这个监狱里面 大家看啊 在汉埃帝在位期间 无限风光的董贤啊 就是以这样一个惨淡的结局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王家之前所说的 对汉埃帝说 你爱之是足于害之啊 这样的一个预言 应验了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更为关键的是 董贤他凭借着和汉埃帝的私人关系 不正常的享受了过多的公共财富和公共资源 所以到最后他必然要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 为之付出代价 公权不可以私用 这样一层道理啊 即便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时代 对于皇帝来说 都是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法则 我们这个品读资质通鉴的系列啊 第二个系列就到这里为止了 咱们下一个系列再见 谢谢大家